澳大利亞著名法學教授大衛‧弗林特 批評中共掩蓋疫情真相 弗林特認為 全世界必須找出中共在這次疫情中的責任 弗林特建議 美國和其他主要受害國家建立條約 成立類似二戰時期紐倫堡那樣的法庭追究中共的責任 建議北京會拒絕出庭 弗林特建議 國際社會可以通過扣押中共的海外資產 來賠償疫情造成的損失 建議北京會拒絕出庭 弗林特建議 國際社會可以通過扣押中共的海外資產 來賠償疫情造成的損失 國際社會可以通過扣押這些損失 如果國際社會不斷扣押這些損失 如果國際社會不斷扣押這些損失 就如由國際社會的委託 和公司的委託 面對中共對澳大利亞文化、教育、經濟等各方面的滲透 最後 弗林特警告說 澳大利亞必須維護治國之本和民主制度 不能依賴中共 柏林特認為 這次疫情將使人們反思 尋找生命的意義 他認為 疫情過後 中國民眾會更加渴望信息自由 新唐人澳大利亞悉尼記者站報導